首先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回到如此溫滿的高雄 看到我們這麼熱情優秀的團隊 大家要曉得 從 107 到 109 年 教育部在前瞻的國家型計畫裡 爭取到一個就是新興科技認知 還有區域示範中心的計畫 現在剛好走到它的中間 所以我們在全臺灣的高中值裡頭 一共要設計 10 個區域的推訪中心 那這個熊女的最後這一個 是一個 AI 的認知的一個區域推訪中心 各位夥伴在這裡知道 它是最艱困的一個 最暖的一個 那去年林校長 因為以校友又回來接任熊女校長 那她當時還不是太清楚 但是她說這個接下來 因為你們辦得到 所以我剛剛跟校長在談 接下來的這個過程裡頭 跟學校的教師團隊 還有我們的前後任務 家長會長家長們的支持 任知道這個 AI 區域推訪中心 是一個超級任務 但是它又無敵的重要 所以熊女團隊接下來在今天呈現 這麼好的面貌 我們為他們鼓掌 真的非常高興 我們要鼓掌謝謝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陳大 楊竹心教授 林守仁教授 如玉琳博士 這都是我們最好的夥伴 今天不只是熊女 還有我們的促進學校 促進學校從高雄 那一直到屏東 將來也會再做一些連結 大家對這個議題 非常的有興趣 各位夥伴們應該知道 在這個講 這個星星科技 快速改變世界的這個時代 所有的學習的內容跟方法 快速的 必須快速的改變 所以通常我們說 星星科技有AR 有VR 然後有AI 有大數據 有互聯網 有這個智慧機械 還有什麼 還有綠能科技 它是我們設定 在這個七個大利益裡頭 那大家知道 在AI的這個人才 全世界都是人才荒的時代 那我們的這門行政院 其實還有這個行政院的科技辦 辦公室 整體的產業界的估算出來 我們到2030年 在AI這個領域的 人才的需求量達到多少呢 83,000 我們需要培養83,000的優秀的人才 我覺得這個數字還會再長大 那這個83,000的人才 要怎麼樣培養呢 所以我們就會在 現有的大專校院裡頭的系所 相關系所裡頭 外加入的 然後非這個系統 非這個AI這個領域的學生們 可以跨越學習 另外就是畢業的學生請他回流學習 用這樣子的方法 一年要增加七千五百年 那這是講網上的這個產業的連結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到這些人才大體 要從哪裡來呢 所以他必須從高中職 從國中、國小去認知 這件事情對台灣的 數位轉型 產業的數位轉型 無比的重要 所以從國小 國中到高中職 也是由成大的團隊發展了一個 叫做 與AI做朋友的教材 與AI做朋友 小學生學什麼 國度學什麼 高中生學什麼 但是在這個發展的過程裡頭 熊女這一個 AI的區域示範中心的任務 除了設定為 智慧健康的照顧 這個領域要發展 要連結我們的醫療 聯合我們的生物科技 還有我們所有的長照等等 服務產業 所以它是非常廣泛的一個產業 但是它跟每一個人的 生命健康息息相關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就是要發展AI的課程 那校長說 發展AI的課程 從我們的老師團隊 就開始去學習了 老師團隊學習以後 發現這個領域 我可以說既有挑戰 但是它非常的迷人 所以就栽進去了 那一直看到熊女今天 已經可以發展出 我們在高中階段 可以學習的AI的課程 而且是線上的數位課程 接下來還有實體的課程 還有剛才結合的微課程 各位說幫忙吧 我們真的要感謝我們的熊女團隊 熊女團隊 這個策略聯網的促進學校 還有我們大學 還有產業界的這個網忙 那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要非常謝謝 我們高雄市教育局 謝謝我們的 聖盧副局長 也謝謝我們的 魯澤濱科長 還有我們 國教署的東影科長 大家對這個寄望 非常的深 就是十大新興的領域 科技領域 先從認知開始 接下來區域示範基地 還有任務呢 就是從學校發展的初 這些課程目標以後 透過線上 其實可以分享給全國的學生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剛剛又發現了 因為這個科技 變化的速度如此的快 我們不可能一個示範中心的計畫 從它開始到它結束 這個三年之間沒有翻轉 所以很快的 在108這個學年度呢 熊羽這個計畫 它會非常快的速度 再往前進 那我們同時準備 109的時候 就會有更大的翻轉 所以我想跟你講 就是老師說 就是這個翻轉 就是跨區域的整合 又會發生了 因為我們設了十個區域的 這個四番基地 包括海青工商在高雄 我們有兩個基地 它做的是智慧城市 然後智慧經濟 可是跟AI的課程內容 是不是都相關 所以我們期待 區域性的連結 又會再次形成 所以各位夥伴 不管是我們的家長 我們學校的老師 還有兩位優秀的主持的同學 其實你們都可以看到 未來的世界 對台灣來說 人才的培育雜根 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它不僅是屬於八千型 而且它還要變成一個 高原型 就是只有少數的學生往上 而且它會變成很多學生 因為它在國小、國中、高中 只接觸了這個 AI的數位的領域以後 它產生興趣 它開始進入這個領域 因為這個領域 跟產業 跟台灣的發展立切相關 我說的產業 大家聽起來 好像都是為了賺錢的人 其實不是 它跟人類的服務生產業相結合 它跟人類該解決的問題相結合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為了人類更大的福祉 我們才運用了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幫我們更往上前進 那有幾個例子 可以跟各位說 可以看到 今年以來 不管是 Google的研究發展中心 設在台灣 微軟設在台灣 還有好幾個重大的 國際的故事 設在台灣 為什麼 它看中的是台灣的人才 台灣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口 但是我們是全世界半導體產業的 舉足輕重的一個基地 所以半導體也需要人才 AI也需要人才 資託訊也需要融產 資安也需要人才 所以對熊宇的 我們的女同學來說 非常的重要 你們不要限制自己 在這個需求的人才的廣大領域裡頭 熊宇的優秀的同學們 都可以有非常好的機會 發展你們的天賦 而且這個天賦 是可以促進人類社會的福祉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那我們教育體系 還有所有的夥伴學校 就會努力往這個方向前進 那我們希望這一次的AI的課程 是讓大家看到就覺得 原來學習可以是這個樣子 原來數位學習的內容 是如此的豐富 那老師們必須快點 趕上這一波 數位時代帶來的 學習內容的改變 學習方法的改變 還有自學的機會再增加 它是自我的學習 我們現在推自學 是從小學就開始學 叫做自主學習跟適應學習 所以我們會有非常好的 數位學習評判 所以領域無限寬廣 歡望看到我們學生 從這裡開始接觸以後 會選擇你所喜愛的 大專校園相關的洗手 然後走向你自己追求更卓越的人生 那同時我們會建立很密切的 夥伴的合作的關係 這就是我們一直說 這就是高雄團隊的DNA 樂於分享 樂於洗手同行 樂於往前看 再一次謝謝大家 代表教育圖 祝福大家 我們繼續努力加油 謝謝